這個問題 醫管局的醫生會不會比公務員好 我相信 如果我們看到 就是說現在我們用2015年做基準 那已經是那些服務不是很理想了 我們要留人 不要說找多些人了 那醫管局的醫生會不會加薪 或者多些利益 我不會回到各方回答 但我記得印象中有些事件就是說 當政府加薪的時間 醫院管理局也會考慮加薪 因為有一個期望管理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公務員是這樣的 醫院管理局的人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就糟糕了 但我不懂得回答這個問題 你問問局長 但是我講的是調番 就是說當我們醫院管理局的醫生 和私人機構的醫生有了差距的時候 他會不會加薪 或者在待遇上 讓他有個誘因不走過那邊 我這個問題是你局長回答的 私人市場和公家市場 就是那個 或者待遇吧 整體來說做多少個公投 其實在公立醫院工作的醫生 如果我說得不對 就陳議員也是指正的 其實都很清楚 在私家的市場裡面 你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個規矩 當然是整體來說 若果講專科的醫生 有可能的確在私家的環境工作 的醫生的收入可能會高過 我們公立醫院裡面的醫生 但是當然我們就沒有一個實質的 正式的調查 就是說究竟高多少 因為其實差距可以很大 不如我切一切你 因為一旦就走了 我不想太無禮貌 到底那個流向是 由公家醫生轉到私家醫生多 還是由私家醫生 覺得外面的大風大浪 走進來的避風多 這是一個客觀數據 如果有了差距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些事情去阻止流失人才 你訓練了之後 流失了就不行了 這個是很實在的問題 明白 我或者解釋一下給梁議員聽 實際上的確真的是 大部分的公立醫院的醫生 即是他畢業就加入公立醫院 接受培訓 若干的年之後 這些醫生就要面臨一個決定 這些決定當然每個醫生 在哪個階段決定 每個都不同 有些醫生會決定 他在公立醫院做到退休的 但也有些醫生在不同的階段 就決定他已經在公立醫院的培訓足夠了 他也想轉換一個工作環境 他就去私家 數目上肯定就是只有大部分的醫生 都是只有公立去私家 在私家回流去公立的 是很少的 但這個原因主要就不是純粹就是你剛才說過的原因 而是因為大部分的醫生一出來都會進去公立醫院培訓 明白明白 然後才走出來 我明白 我明白邏輯關係 我不如再進步問一個問題 這個是邏輯關係 因為他全部都進去公立醫院的受訓 除了個別的人 所以他只要是走出來 劉議員 那個是 如果你在十年前走的那個 跟現在的率一比就知道了 你在十年前 劉失率是嗎 OK 如果這樣比較有的 因為醫管局其實它有一套人力資源的計劃在 所以它一直監察著 甚至我每個月跟醫院管理局開會 都看著它每一個主要的劉失率 可以說最近這幾年的劉失率 例如在醫生那裡 都是在四至五之間的 如果你說醫生的劉失率 在公營體系的劉失率最高的時間 實際上在醫管局成立之前 曾經試過一段時間是雙位數字的 那當然這個除了走去私家之外 還有是走去外國也有的 不過這種情況暫時 在這段時間裡就看不到 是走去外國執業 成為一個很主要影響這方面的因素 最近這幾年大概都在四至五之間的百分率 知道提供了兩位議員 其實私家醫生和公家醫生的薪酬 可能比較就是公營醫院就是定身制的 每個月 私家醫生基本上是多勞多得的 所以你…